慈济美国总会已经成立20年了 这几天呢 有75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慈济职工 齐聚在美国总会的所在地 也就是加州的Stan Dimas 来进行为期四天三夜的核心共识研习营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要核心 为什么要共识 为的就是要传承 禁私 法脉 弘扬慈济中门 美国慈济20周年 来自世界各地的职工们 纷纷来到美国总会报道 准备参加为期四天三夜的核心共识研习营 这位是来自澳洲的李云娟师姐 让我们来听听看她的感想 非常开心 可以坐了40小时从雪梨飞过来 本来我觉得美国总会是很大很漂亮 但是比我想象中更棒更庄严 所以发喜充满 来自阿根廷的三位职工 则是坐了20个小时的飞机 非常非常的高兴 就像大家庭 我们的家一样 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而来自迈阿密的Don Daly 尽管中文不灵光 却不减求津津的心 飞了五个小时来到美国总会 和大家一起学习 报道完毕 用过香机组用爱心准备的素菜晚餐 美国总会师兄姐们带着远道而来的法青 点起一盏盏新灯参观总会园区 园区的七个景点各有特色 其中法华道展现了慈祭人文之夜的丰富内涵 电时大爱无国界披露全球慈祭人 并时尚人教导的步履 一尊慈悲双运的佛陀法像 是慈祭人为佛教为众生的最佳诠释 藉由认识总会园区 大家也认识了美国慈祭人 走过二十年一步一脚印的历史 大爱新闻 曾多文 温秀莹 美国洛杉矶报道 大爱新闻